台北市文化局電影製作補助的首獎 那有獲得四百萬的補助金 暫時即博遍 猛獎跟一夜台北之後獲得最高補助金的開寫 那我們首先歡迎我們今天的變洋機的導演 走世強導演 翔哥 來 請上台 有一個鬼變洋的場景 然後另外 另外也有一部分的題材是關於盆景的 然後盆景這個東西大概也在電影史上沒有出現過 然後也找到很厲害的專家在準備把這個東西弄好 這個特效 比較特殊的是 它是在一個活動的狀態 就是一個人跟一個人 背著另外一個人 活動的狀態下變成一隻羊 然後在技術上蠻挑戰的 然後在變洋機裡面飾演阿船這個角色 就是邱星船這個角色 其實阿船這個角色 因為我一開始看到劇本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這個劇本 因為這個劇本就 我現在台灣所看到的劇本裡面 我覺得是寫得很好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劇本裡面最特別是他的角色 每一個角色都是聰明的 沒有一個角色是功能性的 沒有一個角色是一個笨蛋 然後我覺得 我在這裡面呢 因為這裡面其實是有一種金種的感覺 其實我個人是蠻膽小的 然後我們去拍的每一個地方阿 真的都很可怕 所以呢 我每次去洗手間的時候 都一定要一個人陪我去上廁所 而且不是站在外面是站在裡面 因為我真的是很膽小 所以呢我覺得你們大家一定要好好期待 因為我覺得在一個片子 真的酷棒喔 而且我們大家都很辛苦也很用心喔 對謝謝大家 哈囉大家好 我是榮媛 我就是在楊晶電影裡面 飾演的是姚洛芬 第一次嘗試電影的演出 所以其實很緊張 然後又很害怕 因為你們也知道在座的演一個 一個是影病一個是新人 然後一個又是這麼有經驗的 呃 前輩 前輩講好了 他會唱 這一次在劇中跟黃河有情感上的交流 有沒有 情侶上面比較肢體上的交流 那因為韌拔在場 所以可以尺度可以不用說太多那一段事情 嗯 基本上呢 床戲我是不會去排斥啦 但是有沒有在劇情裡面呢 導演 那個場景裡頭是有一張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導演回答的問題 那韌拔願意讓龍軒演床戲嗎 哈哈哈哈 人生畢業 是早面對 好 看來韌拔是大演 那導演可以就是盡情把我們那個場景可以塞得完整一點 看來是OK沒問題 那接下來呢 最帥氣的人夫 學長 那一路逢到日本的 温森豪 謝謝 這個我裡面 媒亞界的角色沒有名字 就叫學長 那這學長跟那個 之前那學長又不一樣 可是我演起來 覺得自己越來越年輕 因為我大概六年前 跟黃河演威脅心理的時候 我是他的老師 然後你看 演老師之後 過了幾年之後我變學長 那再過幾年我可能演他的弟弟 那都開始了 這個變洋機子劇本 對我來講 其實拿到的時候大概半年多前 導演就跟我談這個 我很開心 因為我跟導演在十幾年前中藝的時候 就算是認識在工作的時候 那過了十多年後 導演終於要派他的第一部片子 無論如何就是角色多垮 也一定要來參與一下 那我的角色剛好跟黃河是相反 因為黃河這角色他剛退伍 他比較年輕比較衝動 有很多創作的理想 那我個人的部分 當然就是在市場上面磨久了 就藝術成分相對的就減弱了一點 變得商業性比較強 那我們兩個其實是師出同門 我想師出同門 可是後面對於世界的價值觀認同不太一樣 所以產生了一些衝突 那這個東西演起來其實蠻過癮的 尤其這幾年 因為五六年前跟黃河派 現在跟他對齊的感覺是完全不同 那我覺得 非常麻煩 就是說 我們找了幾個部門 真的是 就是台灣環境界很厲害 然後 有一位他真的拿過世界蠻井大臣 然後 他等於家裡是祖傳的 他父親也是在台灣松類的 松類的權威 這樣子 對 所以他 有他幫忙就是很慶幸 但是 你知道 盆景這個 不是說我要他 修剪完 不是我要他長好 他就立刻長好 就變成我要等 這個在拍子上會比較耗時 比較麻煩 都很有趣 都很辛苦 都很辛苦 對 因為其中還有一隻羊 然後 那個羊也是 我們找到的羊還蠻溫馴的 但是 他曾經不小心 對 撞傷 的意見 還好沒有大傷 OKOK 對啊 這樣就OK 導演謝謝你